Hello 你好 我是阿貝 我們又飛了 而這次終於不是飛日本 終於可以在這個Channel Park旅遊片給大家 還有終於可以去我期待已久的清邁 鏡頭一轉 我們就到了清邁了 我們剛剛是在下午飛機的4時45分起飛 泰國是慢香港一個小時 剛剛就過了海關 現在的時間只是6時45分 真是非常快 去泰國 好了 我們現在就過去Codex 然後回到我們的酒店住宿 一出清邁機場 就很明確地見到幾個寫著TASSE的櫃台 這次我們住在清邁熱門的古城區 的士的統一價錢是150匹 明馬實的 不用怕給多了錢 這邊就是鎖完的士的單據 我們要過去TASSE的第一 就要一直走 走到尾 剛剛叫的士那裡是11 所以要走一段路 所以要走一段路 到達 到我第一 謝謝 走到第四次了 第四次了 第四次了 今天就讓我開個泰國地圖出來 讓大家清晰一下清邁的位置 清邁位於泰國的最北面 是泰國的第二大城 我們住的地方 就是位於清邁古城區 可以見到地圖 真是有一個被古城牆 方方正正地寬起來的區域 這裡是清邁市中心 非常繁榮 很多重要的清邁寺廟景點都遍佈這裡 另外繁榮的區域 還有古城區西面的黎曼區 這個旅程我們只會逗留四天三天 時間不多 所以大部份計劃去的地方 都是遊走這兩個區域 古城區和黎曼區 而清邁機場 距離古城區只是五公里左右 所以我們很快就到達酒店了 我們由清邁機場 搭了10至15分鐘的的士 來到我們今晚的住宿 這間叫做 不知是否這樣讀 就是古城區的中心位置 是非常方便的 這裡報行兩分鐘 就是到達很出名的寺廟 叫做柴龍笛子 是不是這麼多 不是 是柴笛龍宮 這間住宿的環境也挺漂亮的 但它沒有電梯 它有三層 需要靠樓梯上來 但剛才很好 職員就幫我們搬行李上來 我先說一下價錢 在牙膏大約約四百多元一晚 我們預約三晚的就是一千三百多元 首先就是一個小走廊 很有泰式風味的木櫃的元素 木門 有些泰式的畫 這裡有一個收錢的零食 還有兩個不用錢的水 這個是適合自己買的 有些一杯 水壺和雪櫃都齊了 雪櫃這些東西都是要錢的 所以我們也不會碰的 好 繼續走前 走到床的位置 是一張很大的雙人床 也挺漂亮的 而且很搞笑 它有配色 不同的五色骨筍等待我們 這裡有一個挺舒服的椅 可以在這裡看腳 挺舒服 接著就有梳妝桌的位置 一塊鏡 可以在這裡用一下電腦 是Panasonic的風通 竟然有 浴室 也挺大的 浴室有齊浴缸 還有企缸 這裡企缸 當然就沒有洗一批廁 因為這裡是泰國 企缸的廁所 很搞笑 這個洗手盆也很特別 粉紅色 彩繪元素 挺漂亮的 這個位置可以打開 這樣就可以讓外面的人看到 整體的感覺 乾淨其妙 但告訴你 其實我是不是很滿意這間房 我在這個青米住宿 選了一段時間 因為合眼圓的住宿 其實不是很多 我最後選了這間房 是因為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 最後是不似預期的 好生氣 因為我本身 看中了露台的位置 真的有個露台 但大家輕上去看看 是一個什麼景色 這是一個公眾地區 即是其他人都可以來到的一個 既然對著 我們明明上網 是對著一個泳池景 應該是非常之舒服的 但現在 什麼意思 所以剛才跟Reception 談這個問題 他很冷靜地說 對呀 我知道 但因為我們 黃間已經敷了 明天才有敷的景色 明天轉行不行 我就唯有說 對呀 明天轉 所以我就覺得不滿意 現在我們就 關在這裡去了 無謂 就出去了 這個旅程 我們就會逗留青蛙 四天三夜 在做資料收集的時候 我發覺青蛙想去的地方 真的很多 包括我好想幫大象洗澡 好想去玩飛索 好想去白廟黑廟那邊 但奈何真的只有三個時間 所以今天出業那些地方 下次再去 我們Focus做三樣東西 就是按摩 飲咖啡 和吃好東西 旅程最美的時候 我都會跟大家說 我最喜歡哪一間按摩店 最喜歡哪一間咖啡 和最喜歡吃什麼 所以大家記得看到沒有 而剛剛 我都已經吃了 我們第一餐的好東西 我們第一晚的青蛙晚餐 就是找了距離酒店 步行一分鐘的POPPY's Kitchen 一間吃泰國菜的餐廳 環境都挺漂亮的 但硬件就沒什麼人吃 而且網上評價就不算很多 所以一開始我們的期待值都不算很高 誰知道最後是令人驚喜的 所有食物都非常好吃 不過它相比之下 是比我們之後吃到的泰國餐廳 沒那麼辣 可能對大家來說就不算最正宗 好像這個冬飲咖 是重番茄味多於辣味 很適合不是好吃得辣的K先生口味 這個太不明物 溝水咖喱麵也是椰香味豐富 只有少少辣 很棒 最後以芒果糯米飯收尾 吃到我們很感動 因為真的太久沒吃了 芒果很甜 糯米飯的口感有一流 很邪惡 但這四天就被我們閉眼地放縱了 早晨來到第二天 我們繼續出發去我們第一個行程 就是去按摩 大家看到了 今天是下雨的一天 但幸好在清邁我們可以瘋狂地叫Grab 因為很便宜 所以要很濕的移動 來到泰國的話 記得下載這個Grab的程式 就可以點對點到達 又不用煩廣告的收費 到達我們行程的第一間按摩店 就是位於清邁古城區外圍的Chiva Spa 我們現在就到了做Spa的位置 環境非常漂亮 而且很寧靜 做一些舒服的音樂 沒有其他人的 我們預約了10點半的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太早 所以沒什麼人 現在就要先調回資料 然後就說你想什麼部位 就是重點按摩 想要什麼力度 以及寫一些基本資料 之後就有一個Welcome Show給我們 填完資料之後 他就給了4瓶蒸油我們選味道 現在先聞一下 好像最後這個最好 我會要這個Forever Eye 最合適合鼻緣 你聞一下你選哪個 你聞一下你選哪個 剛剛他們跟我們洗完腳 就進來這間雙人的按摩房 哇很漂亮 這個感覺非常舒服 之後我們就要換上這個紙底褲 還有這個浴袍 就躺上這個按摩床 之後就享受我們舒服的按摩環子 我們這次就預約了一個package 只有兩小時 一個小時的塔式按摩 還有一個小時的精油按摩 對 最重要的期待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 待會見了 拜拜 換衣服 好 畫到快就完成了兩個小時的按摩體驗了 整身都鬆了 很舒服 那個師傅的手勢都不錯 安背部 安頭 還有起床時少少拉筋的位置 都是比較深刻 但其他就 差不多 跟平時按摩 嗯 對了 但我也很喜歡這間 因為整體環境真的很美 很棒 按摩就聽到舒服的音樂 聽到你整個身都放鬆了 中間也有少少位睡著 那現在最後呢 就安排了個 芒果乳酪和奶茶 對了 這個乳酪都挺好吃的 芒果超級甜 但可惜就不是糯米飯了 就差少少了 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KC山吃東西是很嚴漸的 辣少少的東西他都不吃 所以泰國菜從來都不是他的首選 但有一種泰國食物他就非常非常喜歡了 就是我眼前的佩泰 所以我旅程就特地選了一間佩泰專門店 讓他試試 這間佩泰店都是位於古城區附近 價錢很便宜的 蝦的佩泰是120泰 然後我點了一個蛋包的佩泰 沒有蝦的 就55泰 55泰是甚麼概念 就是11-12泰就有一碗了 這個就是蛋包佩泰 蛋包是佩泰的 好了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地道佩泰 是甚麼味道 不好 我喜歡它的麵 是有黏口蛋牙的感覺 但是我想說 有一點點辣 不知是接受到 我覺得很好吃 蝦很大隻 你看 多大隻蝦 這個油蝦的佩泰 比普通佩泰是貴一倍價錢 但它只是多了兩隻蝦 好 現在試試蝦的味道 好吃 抵抵一倍價錢 蝦很好吃 蝦味是很出 好吃 好吃 各位 我們又轉了場了 我想說 現在我的心情是非常之開心 我甚至開心到感動 因為我終於找到 我上來清漫得到的感覺 現在身處在古城區的一間咖啡店 叫做Akaama Coffee 這是一個連鎖咖啡店 好像兩三間分店 還有它在東京都有一間分店 是非常之美的 環境 我們現在就是第二層 但因為它是一個中空的設計 所以這裡看上去可以看到 咖啡師沖咖啡 非常之美 我想在清漫得到的感覺 就是很簡單 就是可以很悠閒 在一個很漂亮很空曠的咖啡店 一杯 好吃的咖啡 然後又沒有人騷擾 很自在 很舒服地休息一下 就是這個感覺 現在就得到了 很棒 因為我們現在找到一個 我覺得是全場最棒的位置 一個死角位 後面又沒有人 所以非常之自在 再加上這裡 不只環境靈那麼簡單 咖啡質素都非常之高 我其實已經 封鎖了第二杯 這杯就快喝完了 這兩杯都是他們的 cheap coffee 即即即場手沖的咖啡 都是用上泰國的咖啡豆 是星高Origin 首先第一杯 就叫他們推介一杯 酸味最高的咖啡給我 這個名字的咖啡豆 這個是沒有那麼酸的 但也有我喜歡的酸味存在 這兩杯都是非常之好喝 你明白嗎 喝到一杯好咖啡 在一個舒服的環境中 變成一件很感動的事 KC先生 就點了一些特色的咖啡 這個呢 剛剛喝完 就是一個橙皮 再加蜜糖 再加特色的一個特色咖啡 另外呢 第二杯他就點了 Mokka 我想說是很好喝的 對 超棒 大家知不知道 這杯Mokka 即是65匹 算是12-13港幣 很划算 這個Chip Coffee 就是100匹 對 我選了Singga Region 再加了10元 即是110匹 即是多少錢 不需要30元 20多元 就是一杯手沖咖啡 你說清邁喝咖啡 是不是很棒 而且這個環境很棒 大家知道 今天其實一直在下雨 沒有停過 之前的心情 都不是一個很興奮的狀態 直到來到這個 我真的 來清邁真的沒有錯的感覺 就得到 好了 我現在繼續享受的駕駛時光 很開心 飲完咖啡 轉晚家快來到吃晚飯時間 這個旅程 我們訂了兩間米芝田餐廳 就是今晚和明晚 這一間就位於 迪曼區 迪曼一號商場裡的Ginger Farm Pitchen 非常熱門 因為外面很多人在等位 幸好我有訂位 我只是經過Facebook 訂位 資料放在info box 給大家 這間餐廳在網上 很多人推介 它的食物選擇非常多 有泰北菜 又有其他Fusion菜 又有泰國菜式 最前面的脆皮豬肉 就是有米芝田推介的食物 還有椰汁雞湯 還有炒粉絲 還有芭蘭葉包著雞的菜式 還有椰青 還有鮮渣西瓜汁 因為免得眼闊肚窄 所以先點著吃羊 最後就留肚 希望吃到甜品 好了 我現在就開餐了 我想試這個湯 因為為了就你 所以點了這個不辣的 椰汁雞湯 很冷 糟了 有一點點辣 但好吃 糟了 好像比昨天的那個辣 很可憐 但很好喝 很好喝 給你一口椰青 試一下 很野味 首先椰汁味很香 後勁有一點辣 有雞味 有椰汁味 又有辣味 很棒 絲米芝蓮 脆肥豬肉 它整塊都沒有骨 可以整塊吃 很像香港的燒肉 但我覺得肥瘦比例剛剛好 真的挺有味 你說是不是很驚喜 又不是很驚喜 因為我們香港人都吃慣脆肥肉 但它是一個好吃的燒肉 我喜歡它是完全沒有骨的狀態 不錯 好 到這個炒粉絲 吃完生碟 我認為是非常好吃的菜式 再吃這一碟 就覺得它失色了一點 因為它那個雞是有點粗 應該是雞胸 如果它是一個雞腿的狀態 應該會好吃很多 因為其實它的斑南味是很出的 如果它做這個雞腿就會好一點 那這個就 一般 好耶 最後沒有飽到上胸口 還有COLTA吃多一個甜品 那我們就是選了它 一個龍眼蔗糖椰汁西米露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回來我們的住宿 剛剛我們是吃了1474匹 計算大概300頭的價錢 因為它有一個家一服務費 所以也不算很便宜 就叫了7個項目 我覺得這頓飯是好吃的 但是又沒有去到很驚艷的感覺 可能我們叫不中它們最好吃的食物 大家可以參考 今天很開心 很充實 大家看到實現了我 按摩 飲咖啡 和吃好東西的三大願望 但是除了這三個環節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逛街購買的 而且還買了一些戰利品回來 我也想和大家開心分享 但是我這條影片太長的關係 所以這個開箱環節 就留下條影片才和大家進行 另外我們這間房間 其實也作了更換 終於到露台 終於見到一些很美的景色 這裏也是下條影片揭曉 外面的環境變成怎樣 所以大家記得看下一集 好 我們下一日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記得看